外焦里嫩 蒜香味浓郁 蒜蓉大虾好吃的做法 欢迎大家下方留言评论 非常感谢 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视频 今天我们用大虾来做好吃的 今天我这边用的是海大虾来制作 条件好的同学可以用沙虾 鸡尾虾或者番茄虾 都是可以的 首先把大虾去除虾须 然后给它进行开背处理 蒜子用小机器给它搅成绒 不嫌麻烦的可以用刀来给它剁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不能太细也不能太粗 搅好的蒜蓉倒入盆中 加入清水给它进行简单的淘洗 洗过的蒜蓉炸过以后呢 不会有发苦的现象 这一步非常重要 然后把水分给它挤干 备用 这道菜的全名叫做铁板蒜蓉鱼大虾 铁板底下要垫一点洋葱 前期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这一步开始正式上火烹饪 起火热锅加入适量的植物油 勺子推动能让油快速升温 当油温到达六成热左右 我们下入嚼好的蒜蓉 继续用勺子给它推动 以防它沾底糊锅 保持中小火熬五分钟左右 当蒜蓉到达这种微微金黄的时候 就可以了 给它离火 调味加入半勺辣妹子 增加颜色 增加一点辣度 加入少量蚝油 提味增鲜 增加浓郁度 加入一勺鸡精 再来一勺味精 同样是增加鲜味 加入一勺白糖 给它中和回味 再加入适量的鸡汁 同样是增加香味 增加浓郁度 由于放了辣妹子 还有蚝油 味精鸡精 鸡汁都有咸味 所以蒜蓉酱里面不需要加盐了 用锅里的余温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不要放进去熬了啊 搅拌均匀以后就给它倒出来 放入盆中备用 下一步我们重新起锅烧油 把事先处理好的大虾给它炸一下 当油温到达8成热左右 我们下入大虾给它炸制 这里强调一个支持点 我们在炸大虾的时候 油温尽量要高一点啊 高油温炸制才能让大虾在短时间内达到金黄酥脆的效果 高油温炸30秒左右就可以了 不要炸的时间太长 然后倒出控油 把炸好的大虾摆在铁板上面 铁板底下垫洋葱 两个目的 第一防止粘底糊锅 第二能让蒜蓉大虾的香味得到一个更好的升华 上面铺上一层刚才熬制好的蒜蓉酱 然后放到小煤气罩上面 开火加盖子给它焗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最后撒上一点点小葱花起到点缀的作用 也能增加菜品的清香味 再来一点点白灼汁均匀的浇在上面 白灼汁经过铁板的高温碰撞 再次唤醒它们的香味 蒜蓉大虾制作完成 以下是技术总结 第一熬制蒜蓉酱之前 蒜蓉要清洗一遍才不会有苦涩味 第二熬好的蒜蓉酱冷却以后 可以装入小玻璃瓶里面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第三熬好的蒜蓉酱可以做蒜蓉蒸娃娃菜 蒜蓉蒸生蚝粉丝蒸三倍 蒜蓉烤茄子等等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 蒜蓉大虾制作完成 遇到